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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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外盤出盈 美国总统奥巴马 证臣拉登已经被杀 明天我能估订美国人 和世界内 据美国电视台报道 美军特种部队在一次军事行动当中 将拉登打死 问到拉登的尸体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 拉登是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外面的住所被杀 巴基斯坦高层情报官员 也已确认拉登的死讯 美国在911与杂之后通缉拉登 拉登被美国指是恐怖组织阿尔盖特的领袖 幕后策动袭击美国 那时候美军发动攻击阿富汗 目的就是要追捕他 911袭击嫌疑主谋拉登是沙特富商之子 青年时已将财富投入伊斯兰武装运动 出钱出力组织阿尔盖特全球网络 过往曾经多次传出他的奏琴甚至是死讯 01年911袭击发生之后没多久 拉登就被锁定为涉嫌主谋 中情局一个前官员说 911后奉命到阿富汗捉拉登 将他的首级放在兵盒运送回美国 经过几年 美军在阿富汗的军费每月耗资10亿美元 都捉不到拉登 05年5月巴基斯坦在接近阿富汗地区 伊斯兰游击队 1998年拉登成立阿尔盖特组织 91年波斯湾战争 拉登指责美国在沙特部署军队 宣布向美国发动胜战 不过当时不够资金 98年美国驻行 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相计预袭 一共造成200多人死亡 美国指控是阿尔盖特所为 有报道说 拉登家族和前美国总统 乔治布殊家族有金钱关系 更有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人员 曾经追查拉登两个家族成员 但在911集击前 接到上头命令暂缓追查 结果在911之后的三天 那两个拉登家族成员 竟然在全美实施禁飞期间 坐私人飞机离开美国 报道说这些都是 乔治布殊特许的 拉登过往多次被追捕 除了阿富汗边境山区有地理之外 分析说 还因为它对外联系方式很传统 通过人员口头传讯 几乎不用用电脑网络和电话等 容易被跟踪的方式 无线电视机者李慧达报道 以为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宣布拉登大死讯之后 办公外面有大批的民众 聚集兴足 看到仍然有很多民众 在法宫外面 他们很多人都呼叫 在宽呼 甚至有人在拍照 要留下历史的一刻 转叹本国人消息